承受不住庞大科业压力 一名24岁 正攻读东华大学硕士班的男研究生 竟选择在家亲身 昨晚家人发现后立刻打电话求救 他在信仪分局警备队任职的爸爸 也勒猛赶回家 但儿子已经视剧冰冷遗体 只留下电脑里给亲友的一段话 但白髮人受黑髮人的悲痛 叫父母怎么接受 主发中心台北报道